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美国参众两院毫无悬念地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眼下只等川普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然而一向对香港民主及人权问题避而不谈的川普 会否在目前两党弥漫一片反中的气氛下独持异议 拒绝签署法案已成为美国上下及国际的焦点 不过根据美国法律 就算川普顾及中美贸易协议谈判进而拒绝签署法案 该法案也将在10天之后自动生效 根据报道 共和党籍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特纳 被问到川普会否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时 他认为众院和参院都大力支持这项法案 总统也将会支持 这向所有香港示威者传递一个很好的讯息 即美方将捍卫民主自由 以及美国和香港共享的价值 对于中方扬言将采取有利措施予以坚决反制 加特纳指出 美方只是要求中方遵守协议中英联合声明 中方却要反制自己所同意的事真是荒谬 他说中国请遵守你的诺言 法广的文章指出 川普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一直都是飘忽而模棱两可 外界认为他只是利用香港问题作为跟中国贸易谈判的一枚棋子 然而近日警方围攻理工大学事件的画面受到国际高度关注 川普政府态度似乎有所松动 国务卿蓬佩奥间联两次重申 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示威展开独立调查 显示香港情势已经恶化到川普政府不能再忽悠下去 文章指出川普上任至今曾使出六次的否决 但否决的全部都是决议案而不是层次更高的法案 因此在目前总统弹劾案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要川普为了香港法案而单挑国会两党议员 机会恐怕不大 况且根据美国宪法 就算总统拒绝签署国会送出的法案 只要等到十天之后 法案就自动成为法律 条件是国会必须在这段期间维持运作 但如果国会在这十天内停止运作或修会 法案在十天后被技术上称之为遭到带口否决 照目前国会的议程加上弹劾案已成火烫的议题 国会在这段时间休会或停止运作机会更加不大 因此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成为法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东京地方法院当地时间周三宣布 中国籍男子在禁国神圣的泼墨行为属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 因而被告被无罪释放 这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11月20日东京地方法庭开庭审理中国男子在禁国神社泼墨案件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喜诉书显示 现年54岁的胡大平8月19日下午闯入禁国神社 向拜殿的白色幕布泼墨 检方在开场陈述中指出 胡大平为了抗议核四作为二战甲级战犯的前首相 东条英姬等的禁国神社来到日本 带着装有墨水的苏辽萍 试图在神社墙壁与柱子上写下抗议文 辩护方强调被告不容许日本政府不就战争损失向中国道歉 以及禁国神社美化战争的做法 迫不得已进行了抗议 对于泼墨行为辩方主张有正当理由等 法官最后采信辩护律师的说法 认为当事人行为是政治表达 这一表达行为受日本宪法保护 被告人胡大平被无罪释放 相关消息立即在中国多个网站被转发 多数网民为胡大平获释感到欣慰 有五毛戒机称胡大平无罪获释得益于祖国的强大 因此日本不得不认怂让步 但推特等境外社交媒体上 则有更多网友对日本的独立司法表示赞赏 并感慨同为泼墨在日中两国的结局大不相同 2018年7月4日 一位名叫董琼瑶的女孩在上海 向一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墨 并同时通过推特进行网络直播 此后不久董琼瑶的推特账号被关 她本人迄今为止下落不明 加拿大在去年12月1日 依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逮捕现年47岁的孟晚舟 她被控银行欺诈 在有关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上误导汇丰银行 孟晚舟称自己是清白的 正在对抗引渡程序 华为发案人20日表示 华为的律师团向加拿大法院申请 要求立刻终止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引渡到美国的程序 华为发案人豪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该公司认为 引渡不符合加拿大的双重犯罪标准 这个标准指的是 孟晚舟在2018年被逮捕时 所遭指控的罪行 在每家两国都必须是非法的 才能将她引渡 华为认为 由于在加拿大官员授权展开引渡程序之时 加拿大并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 因此不符合双重犯罪 华为强调这项申请并试图挑战 这项指控罗机背后的事实是否成立 华为会针对这个事实抗辩 孟晚舟的正式引渡会将在2020年1月20日展开 另据德国经济周刊 援引德国电信集团管理层的消息称 今后两年内 亚洲部件的占比将为零 德国电信核心网络中 正在使用的华为部件将被逐步替换 与此同时 作为对美方华为禁令的回应 德国电信也对其采购政策进行了惊人的调整 今后德国电信将会直接购买数据库供应商甲骨文公司的产品 而不再向华为购买包括甲骨文组线在内的全套方案 中国官方媒体21日公开了 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 进出被警方所称的嫖妓场所的视频片段 并称他在被关押期间不存在行询逼供 香港公民郑文杰在英国驻港总领馆工作近两年 今年8月29岁的郑文杰前往大陆出差 被中国安全人员拘留 郑文杰本周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 在被关押的15天里 他曾被戴上镣铐蒙上眼 戴上头罩遭受酷刑 警方还逼迫他交出香港抗议者的信息 英国外交大臣米尼克拉布随后召见了中国驻英大使 谴责中国对待郑文杰的方式 称之为等同于酷刑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周四在微博上公布了中国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 显示郑文杰三次进出据称是会所的过程 并称他对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但人民日报并没有提供郑文杰嫖娼 以及他没有遭受酷刑的证据 郑文杰承认他曾经在深圳做过按摩 香港律政司长郑若华周三表示 他对郑文杰在大陆遭受酷刑的指称没有看法 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周四则表示 台湾方面注意到郑文杰被遗失 并向北京表达严重关切 美国总统川普20日在德克萨斯州参观苹果公司 与当地新建的一所工厂市指出 他认为中方未达成美中贸易协议所付出的努力不积极 川普当天与苹果CEO库克的陪同下参观时称 我不认为中国正在加紧脚步已达到我想要的程度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中国想达成协议的程度比我要高得多 川普还透露称正考虑让苹果免于受到对华交争关税的限制 但他提出由于美国同时与韩国签署自贸协议 且韩国的三星是苹果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若给苹果在这方面豁免减压将对三星不公 而针对美中贸易谈判问题 川普当天还曾在白宫称 我们会继续和中国会谈 中国希望达成协议 但问题是我是否要达成协议 因为我喜欢目前的状况 路透社报道分析称 由于中国广泛施压要求降低关税 川普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美贸易协定很可能会推迟到明年 报道指出 川普要求中国做出更大让步 才会考虑降低现有对华关税 同时香港问题肯定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不利因素 华尔街日报另在当天援引部居民消息人士报道称 中国已邀请美国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在北京进行新一轮面对面会谈 力争至少达成阶段性协议 报道称 如果中方没有明确就知识产权保护 强制技术转让和农产品采购方面做出承诺 美方代表未必愿意前来谈判 另外刘鹤副总理20日晚间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说 他对美国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感到困惑 但同时表示自己对双方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感到乐观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21日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持演讲 并称中国仍然面临非常复杂严峻的内外挑战 他表示为破解新人赤字 各国应通过对话和合作进行了解 也应勇于承担做好自己的事 切勿怨天尤人推卸责任 贸易战开打以来 一直处在边缘的王岐山在讲话中说 了解是信任的前提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了解是无尽的过程 既要了解彼此的现实 也要了解各自的历史 既要通过书籍和媒体增加了解 更要在对话和合作中加深了解 平等 坦诚 互商互量 才能互信互信 凝聚共识 他还重申中国会坚持走改革开放创新的道路 针对中国目前的国内外挑战 他并回应称 成长有成长的烦恼 成熟有成熟的烦恼 进入新时代 中国要继续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但仍然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在挑战 中国人民清楚自己有什么 要什么 准备付出什么 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这一要职的 巴尔森稍后在论坛上发言称 中美两国脱钩将带来严重风险 其中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最易受到影响 开放促进合作 中美经济一旦脱钩 就很难在气候变化等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他认为美国不应惩罚 对美国处于技术优势的企业 不能仅因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就限制外商投资 在经济铁幕下落过程中 我们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 避免不自然的脱钩现象 最近关于楼市有这么几件事值得关注 一个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楼市的数据 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 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另外一件事是11月16日 中国央行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 与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同 有关于房地产行业调控的定调上 报告中删除了房租不潮的表述 仅强调了按照阴城失策的基本原则 这个举动也引起了不少市场人士的热议 莫非政策意图又要开始回暖 从央行的角度来说 可能无意再进一步收紧楼市房贷 央行最近先后调低了MLF利率和7天逆回购利率 都是在向市场释放宽松的信号 那么作为楼市来说 必然也会得到好处 央行再怎么分裂调控 也不太可能再去打压房贷 顶多也就保持现有的楼市政策不变 所以我们理解是 央行此次删除房住不吵 肯定不是为了放松楼市 但是却有不再进一步收紧的意图 有分析指出 现在这个时间点 确实各方面都比较暧昧了 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 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 说没有房地产的发展就不了当前 只有房地产的发展保不住长远 不打击房地产行业 低收入阶层十分愤慨 真打击房地产行业 高收入阶层就会更愤慨 不打击房地产 高层政府很难受 真打击房地产 基层政府很难受 不打击房地产 实体经济半死不活 真把房地产搞死 实体经济就真没办法活了 所以现在能不买房 就尽量别买 除了刚需没办法 中国楼市未来怎样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